2017年9月15日,卡西尼号受控坠入土星大气 结束了将近20年的职业生涯 由于自身构造的特殊,这是NASA筹划已久的选择 将近20年的时间,卡西尼号的推进机几乎消耗殆尽 不足以支撑更多的受控探索任务 我原以为卡西尼号也会像旅行者号那样 任务结束之后,就认识它在星际空间中流浪 但其实不行,卡西尼号和旅行者号的区别很大 旅行者任务主打的就是一个筷子 尽可能快的飞行,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拜访更多的行星 因此,旅行者号速度太快,杀不了车 主要任务结束之后,它就只能继续往外天上飞行 直到目前,它一眼以非常高的速度在远离我们 而卡西尼号则不同,它是一颗绕行探索器 飞到土星这里,就一直绕着土星转 虽然去土星的路上,它也观测了很多其他行星 但主要任务还是围绕整个土星系统 所以,即便是卡西尼号推进机用完了,没办法收空飞行 它依然还是会呆在土星轨道,围绕土星转 这就会造成,卡西尼号最终一定会因为土星的引力改变轨道 坠入某颗天体的大气 听上去感觉也没什么 毕竟航天器没有燃料,收空坠入大气也是很常见的事 但是卡西尼号不行,因为这个家伙很危险 作为土星探索器,卡西尼号没办法用太阳灯板供电 土星系统离太阳太远,阳光太弱了 而卡西尼号的科学仪器有很多,靠太阳灯板供电不太现实 所以它携带了三个RTG,放射性同一速热电机 你可以简单把它理解成靠发热温差产生电能 卡西尼号携带了33公斤的放射性金属布 这个东西辐射性很强,万一外壳摔坏,泄露了 就会造成很严重的辐射污染 因此,卡西尼号发射之前还引起了不少骚弄 很多老百姓认为这个东西太危险了 万一发射摔了怎么办 就算发射不摔,万一之后穿越地球摔了怎么办 这里简单说一下 卡西尼号发射之后会有一次利用地球引力加速的轨道设计 因此发射之后的两年,它会重新飞越地球 并且就离地球很近 如果轨道设计不好,或者出现什么其他情况 离地球太近了,很有可能载入地球大气 即便是NASA针对这个做了很多安全设计 理论上不会发生载入情况 但老百姓还是不放心 所以发射时,现场聚集了很多反对的人 因此,NASA不得不对卡西尼号可能造成了污染做出评估 即便是在遥远的土星 也得尽可能保证不污染,可能有生命的星球 前面我们视频聊过 土星的正多卫星中有两颗让天文学家很感兴趣 感兴趣的意思就是 这两颗星球上可能有生命 土A6拥有整个太阳系卫星中无与伦比的大气 目前人类发现的唯一一个地表拥有大量可流动液体的星球 土A2,南极区域每天都在往外喷射水柱 甚至都喷到了太空里 形成了土星的异环 有液态水,有地质活动 这两颗星球有生命的概率很大 因此NASA担心 如果卡西尼号失控撞上这两颗星球 大概率会造成放生于污染 所以保险期间NASA决定让卡西尼号受控出入土星大气 毕竟这颗期待居心有生命的概率 让远远小于它的两颗卫星 2017年 卡西尼号任务正式进入最后一章 The Grand Finale 这个名字我不知道怎么翻译比较合适 谷歌翻译中总决赛肯定是不太合适的 字面意思差不多就是 伟大的结局,壮丽的结局这种 也有翻译中壮丽中章 我觉得还不错就用了 如果有不同想法的同学 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启动中章任务也代表 卡西尼号最终将会注入土星大气 因此卡西尼号团队现在也没什么顾忌 他们可以控制卡西尼号完成以前不敢完成的任务 可以让卡西尼号直接穿越土星和土星环中间的缝隙 这个缝隙仅有2400公里的宽度 虽然这个数字看上去挺宽的 但是在这之前 没有任何一个人造探测器敢踏足这里 卡西尼号也是一样 卡西尼号的最终路线通过22条计算好的扁桩轨道 逐步靠近土星大气 然后在最后一圈时 利用土位流的引力加速 再通过自身机动直冲土星大气 每条轨道大约需要6天半的时间走完 也就是说 卡西尼号只剩下4个多月的时间 在这4个多月里 NASA将会让它尽可能的发挥余热 尽可能多的收集土星大气和土星环的数据 还有尽可能把收集到的数据都传回地球 剩下的时间虽然不多 但也走得轰轰烈烈 2017年9月11日 卡西尼号最后一次逛过土位流 这次距离只有12000公里 在这里 他将利用土位流的引力加速 为最后的冲刺做准备 卡西尼号将会在这里调整轨道 确保下一次穿越将会直冲土星大气 也就是说 从这里开始 将会是卡西尼号20年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圈 在这之前 他已经完成了293圈的绕度探测 2017年9月13日 卡西尼号在今天拍摄了很多老朋友 这些老朋友都是这次任务中 最为瞩目的科研冲锅 这是卡西尼号最后一次看到土月二 这组照片大概40分钟左右 土月二逐渐消失在土星的地平线 此时卡西尼号距离土月二一万公里 土月二是这次任务最大的惊喜 谁都没有想到 这个在太空中异常亮眼的星球 冰壳之下竟然藏有全球液带水海洋 土一流也在告别列表中 最后一圈卡西尼号拍下了这张照片 如果拿这张照片和旅行者号拍摄的做对比 你会发现这二者的样子差不多 这是因为他们使用了相同的绿镜成像 为此来纪念这个跨世纪的传承 照片里 土一流依然是一颗没有任何特征的橙色星球 整个星球都被橙色的大气包裹 卡西尼号这次任务最大的收获 就是利用红外相机穿过土一流的大气 发现了土一流上各种液体湖泊 此时的卡西尼号距离土一流超过77万公里 土星环实在太壮观 这是本次任务探测的重点之一 如此近距离的拍摄 我们能看到土星环上各种间隙 和大大小小的从机划分 当然了 卡西尼号能做的不光是拍照 他还能分析土星环的物质组成 在这里是一个岩石和冰块组成的奇妙王国 卡西尼号让人类第一次近距离感受 这个帽子一样的举行结构是多么的壮观 也让天文学家更好地了解 这个微观的太阳系究竟如何运转 这是卡西尼号最后一次拍摄土星的全貌 虽然照片没有任何色彩 但我们还是能清晰看到土星上存在的恶劣风暴 这个巨大的气带巨星星 就相当于一个微星太阳 在这个庞大的系统中 发挥着举足轻震的作用 达夫尼斯很多同学应该还记得 土星A环中一个很有意思的微星 这个体积不大的微星 硬生生在土星环中 划分了自己的专输跑道 这里的上下两处波动 都是因为它在这个跑道中快速行进 形成速度差之后引发的引力波纹 A环的全貌如此壮观 在这个粗细分明的空隙中 藏着大大肖耀的出多卫星 即便是卡西尼号新发现了7颗卫星 但如此巨大的环形结构 小卫星的数量根本数不过来 2017年9月14日下午1点22分 卡西尼号手控将天线对准地球 在接下来的十几个小时里 它将会把剩余的所有数据都传回地球 通常情况下探测器的数据都要先保存几天 才会打包发给地球 但眼下的时间不多了 之后数据没几秒就得传输一次 尽可能多的把宝贵数据发回地球 探测器越是深入土星大气 数据就越珍贵 卡西尼号不会有第二次这样的机会 这是卡西尼号在最后的时间里拍摄的照片 虽然没有特别清晰和辨识度很高的东西 但在拍下这些照片的时候 卡西尼号的CDE也在疯狂分析 土星的大气组成 这些数据未来可以给天文学家 提供大量宝贵的参考价值 2017年9月15日凌晨3点30分 卡西尼号探测到大气能度升高 这说明它已经进入土星大气 此时卡西尼号的时速 由于每小时12万3000公里 同时卡西尼号自行点火 以10%的推力控制飞行姿态 目前它距离土星云层的高度 预线900公里 凌晨3点31分 仅仅过去一分钟的时间 卡西尼号快要撑不住了 土星大气能度越来越高 卡西尼号开始疯狂震动 没有气动外形 它不可能正确保持姿态 所以卡西尼号的电脑 将油门调到最大 以100%的全油门推力 努力控制飞行姿态 并且寻找太阳来定位 尽可能把天线对准地球 做最后的数据传输 同时 土星的大气分子越发宠密 积聚在卡西尼号上 高温无法散去 有些部位甚至超过 太阳表面的温度 卡西尼号岌岌岌可危 凌晨3点32分 卡西尼号此时距离 土星云层1500公里 即便是卡西尼号 努力保持姿态 它也将会在土星大气中解体 这是它最终的宿命 它无法抵抗 越来越稠密的土星大气 就跟它无法抵抗 燃料耗尽一样 消失在土星的上空 是它最壮烈 也是最妥当的选择 一个半小时以后 NASA的控制中心电脑上显示 卡西尼号信号丢失 由于无线电信号以光速传播 即使卡西尼号坠毁 地球这边也得一个半小时之后 才会和卡西尼号中断联系 这个时候 卡西尼号办公室里一片沉浸 向文经理安利做最后的任务简报 这也代表着 卡西尼号任务到这里已经结束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兴趣的观看 我是一号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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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